专家却发现今年猴豆的病程及症状都属于非典型产生的豆子 比以往都来得小很可能病人本身都难以察觉 可能因此增加接触传播风险 也提醒三大高危险的族群口罩一定要戴好 国内出现第一例猴豆案例 但是有医师发现这波猴豆的症状病程似乎出现变化 以往感染猴豆会先发烧一到三天肌肉酸痛 接着才从脸部发痒起疹子蔓延到全身 但是今年的猴豆却先出现皮肤病灶 而且不一定会发烧 皮肤病灶可能就主要局限在增殖器及灰阴的部位 似乎没有像传统的猴豆会大面积的散步 还有专家点出猴豆患者皮肤病灶最多 但是以往猴豆产生的豆子大 感染后很容易发现今年的豆子却比较小 症状并不典型 起初感染时病灶并不明显 难察觉可能增加接触感染风险 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少 而且有一些部位是容易被发现 注定病人本身自己也没有发现 感染猴豆与新冠症状最容易分辨的差异 就是会有皮肤病灶 部分患者会有淋巴腺肿大 另外潜伏期也可能长达21天 会起泡疹10天后结痂留疤 但是致死率最高可达10% 感染的对象主要是以年轻男性为主 大家不需要太过恐慌 避免跟陌生人有亲密的接触 或者是不安全的性行为 独立学专家周明威点出 猴豆高危险群包含免疫力低下者 孩童或是老人 专家提醒这三类人的口罩一定要戴紧 另外也有专家分享其他预防方法 民众在接触眼口鼻前 现在双手喷上酒精 就能破坏猴豆病毒的外套膜 进而杀死病毒 有一些手指的地方要先搓一搓 要不然你喷的地方不均匀 刚好没有喷到病毒在的地方 但是专家黄立民认为 虽然猴豆不会造成大规模传播 但是只要一进入社区就很难断根 若是要像天花用疫苗绝肌 可能要考虑值不值得 民众自主防疫就能降低感染风险 记者陈石炼 翁家瑜台北采访报道